思綜 其實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我本身做了超過十一年的時裝設計師 基本上從小到大都是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,在香港受教育 英國是殖民地,現在我們回歸到國內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文化是多元化的 大約五年前,我就開始畫我自己的插畫 我的插畫叫做神聖頭 名字是我自己的名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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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大約五年前就開始畫畫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自己應該要 投放自己的心思 在我的時裝上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都會覺得 可以不可以的 自己都會對自己沒有信心 但是在那次之後 我會覺得自己真的要做不得更加好 這件事 其實我都是先用我自己的插畫 去引上去的 那這個系列 那時候我用了比較80年代的顏色 你看到其實 暫時到現在 那 每一個系列 其實我都 都想得很不同 就是每一季的系列 我會是 將不同的 當下生活想做的事 還有將我自己想表達那個 感覺 所以其實每一季都有幾不同的主題情 但是在顏色和視覺上 其實我覺得其實都幾 都幾統一 因為都是我的色系 就是彩色紛紛為主 那有些 除了我記得沒記得 就是秋冬15 就比較閃適 就只有黑白和粉紅 我設計師 哪個設計師 最影響我呢 其實我自己都 看很多很多不同種類 那 有一個 我覺得它很厲害 就是 其實是由小時候看的 叫做WNLT 那個品牌 那 我覺得它的設計 是很 就是很 不是跟隨著主流去設計 不是跟隨著 就是 可能不是當季 是流行什麼時候 就做 其實它很有自己的風格 那 另外我自己都很喜歡 的 Kamdi Gasson 那 那它的設計 都很融合 就是